点燃鞭炮 金融中元祭的引斗灯活动 在周三下午正式展开 随着锣鼓喧天 车队缓缓前进 引斗灯是金融中元祭一项重要的传统活动 引斗灯是在把个性那种心火相传 那么也可以说这样 我们是糟糕在路上的故乎女鬼 我们要给她拜访 请她来接触我们的行业 那当然我们奉敬她的同时 希望她保佑全民 平安健康 引斗灯游行 我们就是把个性式的斗灯 用隆重的队伍 用隆重的 把她送到庆安公那边共同共奉 这是一种骑虎的表示 这个是基隆一年一度的非常盛大的游行 所以希望有人炒也有钱炒 特别很好看 怎么说 就是我们基隆的洗漱 土山土壮的基隆 我每年都会来看 因为疫情影响 连续两年放水灯游行 停止人员采接 今年疫情趋缓 恢复进行采接 精彩可奇 今天天气非常的好 然后我想这个也是我们中心会 非常的幸运 那今天是进行以抖灯的一个仪式 那这也是我们在进行放水灯之前 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可以的一个仪式 那今天大概是我们放水灯所有的 这些花车 还有我们抖灯座 通通会在今天绕行我们基隆市的试镜 这个市区里面的这个 主要的一个道路 那所以等一下可以看到 各种花车还有各种我们中心中长 他们等一下非常的这个投入 然后一起来完成今天好重要的一个 可以的一个活动 我们中心会还有个性中心会 准备了很久 所以明天我想大家会用最热情 然后最完美的一面来呈现给大家 那更重要的是 藉由我们中原季的一个活动 那不只是为我们地方祈福 也为全台湾的疫情来祈福 希望疫情早日过去 大家能够快速的恢复正常 因为今天是我们中原季的一个科医 叫做抖灯 抖灯 那我们今年我们的祖福 我们王主委带领所有的知识 非常非常的辛苦 加上我们文化局一直在重帮在协助 那疫情两年了 今年难得可以恢复到以往的这个正常 采接的这个程序 我想中原季是每一个科医串起来的 这就是我们地方文化的一个特点 所以今天抖灯明天就放雪灯 是这样子 所以昨天不是在我们那个祖福堂吗 开灯 于是就是开灯放彩 就每一个科医都是一个步骤一个步骤 这就是我们中原季有类别与其他县市的一个活动 的一个特殊文化传承 所以我们真的非常珍惜 然后各中心 各中心会 这样子轮值传承 真的我们也非常的耿敬 非常的敬佩 那今天虽然天气都很好 可是我们还是等一下他们会很辛苦 一事不能审 我们这个造这个礼仪 我们从来 不会因为任何缘故 然后把它 去把它节省 任何科医的这个执行 各中心会的抖灯队伍依旧出发 绕行1211 人2及中路等道路 傍晚左右抵达千安宫 将抖灯安置在店内 祈求平安 记者 黄少鸣 基隆报导